很多人问我看手相,到底是看左手还是看右手? 到底还是男左女右,还是左手35年,右手看35年以后? 像这种问题啊,以前在很多文章中都特别的叙述了 在我常年的实际的看相过程中呢,一般都是以男左女右左右手通看为主 并且呢,左手在30年前作为一个重要参考,30年后以右手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大的原则,男左女右这一点是不可以离开的 这一点呢,必须要遵循这一个原则 很多人说,左手为先天,右手为后天 30年前的运势看左手,30年后的运势看右手 但是在我的实际预测之中,男左女右这个大的原则必须遵循 如果看某一件事情的鸡胸,双手必须同看 你像30年前的运势看左手可以作为参考 30年后的鸡胸右手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大的原则,男左女右左右手通看是不变的 有的很多,有的人他都是以左手为主,右手为佛 但是必须要有男女之别 这样才能把整个运势看得比较完整 彻底 这一点呢,必须要加一的注意 你像这位女士的,你看她这个右手,女士的右手 她是穿着纹,人纹跟地纹彻底分开的 还有一个现象呢,你看她这个婚姻方面不逊心 你看这个天文感情线,在这儿断裂,在这儿大分叉 这是她的右手 右手婚姻不逊,但是你不能说让离婚 是不是,你还要参看一下她的左手是什么情况 左手是什么情况 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很不利的现象 这个二婚,这就定型了 咱们看一下她的左手 你看她的左手,也是穿着纹 人纹与地纹彻底分开了 构成了一个穿着纹 她的天文感情线,在这个小手指跟无名指位置 你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导字纹 这是不利婚姻情感的 还有一个呢,在她这个感情线末端大分叉 这结合起来左右手来说 她这个婚姻方面就是不逊心 婚姻方面难免二婚 其实呢,夫主是22岁左右结的婚 去年2018年秋天离的婚 夫主呢,是1988年生肖龙 判断一件事情的基胸 方所通宽 然后对着不同的主要为你进行判断 一般来说准确度都是比较高的 好